用舞蹈還有歌聲 歡迎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來到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 延續七年藥師節前夕 藥劑部都會來陪伴這群孩子 我們為人付出 不是為了要工作賺錢 其實是為了要幫助別人 那幫助別人 其實我們自己會成長 我們自己會成長 所以其實是要感謝你們 讓我們有成長 就是讓我們藥師有成長的機會 親自那麼多人 親自那麼多人玩 親自那麼多人玩 親自那麼多人 互動遊戲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笑容沒有停過 彼此間的感情也越來越深厚 我們來也是跟著小朋友互動 也覺得自己跟著變年輕輕 這是很有意義的互動 尤其要使他們主動來關懷這個事情 那這也是我們時善的一種表現 他其實突出就對了 那藥拿回來之後 藥放在哪裡啊 分享藥品保健以及用藥觀念 讓孩子們懂得如何照顧自己 藥劑師們也送上文具 生活物資等等新年禮物 以分享愛的方式慶祝藥食節 讓寒冬禮的節日變得更有意義 帶來新聞珍珊美之工黃素貞 潘賢聰華麗報導